圣诞节就快要来了 这个周末有不少的乡镇市办理了耶诞活动 走到复礼变得很不一样 乡公所为了让民众能够感受到耶诞的气氛 就在车站前的广场空地 以及停车场周边大树挂满了圣诞灯 夜间的复礼是整个的亮了起来 居民表示是第一次看到复礼箱很圣诞 老树挂满了圣诞灯 还有停车场的周围挂起来 复礼箱就像是被打光被打亮 这是复礼箱所为了让民众感受耶诞气氛 就在车站前广场空地 以及停车场周边大树挂满了圣诞灯 所以我们这次啊 运用了千万颗的一个万颗的这个圣诞灯饰 做了一个相关的一个造型 点出这个夜间的一个明亮出来 给人家感觉到真的会感觉到跟之前的这个整个复礼箱会冻起来的一个感觉 就住在车站附近的居民表示 很温暖很开心 第一次看见复礼这么有圣诞气息 车站周边一直以来都是杂草 或者是空地很昏暗 现在跟以前很不一样了 晾起来了因为从来没有那么就是复礼火车站这么漂亮过 就是最近公所做了那个那个艺术装置 然后把周边的树呢都把它修修剪剪 然后整理的非常干净跟漂亮 然后那个蚊虫蚊子也减少了很多一些 减很多蚊子哦 然后他现在该修剪的修剪 然后现在就整个焕然一新 然后加上圣诞节快到了 然后灯呢又装上去 然后整个打亮 那复礼车站整个就是焕然一新 公所说在今年跟车站任阳前广场之后 就都有规划清洁整理 计划办理活动 不会浪费这里的闲置空间 全花莲最有特色的车站就在复礼 让游客来到复礼乡感受满满的人文风情 记者高双双复礼乡采访报道